我和丈夫叶行舟是朋友们公认的模范夫妇。 叶行舟记得我们所有纪念日,每天回家的时候总会给我带一束我喜欢的花。 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曾经我也这么觉得,直到我无意中在网站上看到她和另一个女人缠绵的视频。 我回来了,老婆。 玄关处传来叶行舟带着笑意的声音。 我正在和闺蜜沈春视频通话,听到她的声音,我叹了叹头。 她正在换鞋,手上还抱着一捧花。 数十只玫瑰热热闹闹地簇拥在一起,美得娇艳,红得热烈。 沈春在屏幕另一侧也看到了,她搭着嗓门,挨我去,这塞我一嘴狗粮啊。 你二位都在一起那么久了,还这么腻歪,真让人羡慕极度恨。 让你家老李给你送。 叶行舟一边把花放到桌上,一边对沈春说。 算了算了,我家老李就是块木头。 萧萧,我先挂了哈,不给你俩在这当赛博电灯泡。 沈春笑嘻嘻地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被她打去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但还是忍不住低下头抿了抿唇。 我和叶行舟恋爱六年,结婚两年,是实打实地从校服走到婚纱。 然而,即便这么久了,她对我依旧还似初恋爱般。 不用我提醒,她也能记得我们每一次的纪念日并给我准备好惊喜。 哪怕是加班回家,也会时不时给我带点小礼物和花来。 老婆,我先去洗个澡。 叶行舟说着,把大衣脱下来递给我。 我应允一声,接过大衣的瞬间,好像闻到上面有一股淡淡的陌生的香水味。 还不等我发出疑问,就听到她抱怨说,今天小莫要去和她心上人约会,身上好重的香水味,都快给我熏入味了。 我知道小莫是谁,她是在叶行舟公司实习的大学生,叶行舟算是带她的老师。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中的一丝疑虑也烟消云散。 别贫了。 我说,快去洗澡吧。 我躺在床上刷视频,叶行舟洗完澡出来靠在我身旁,老婆帮我吹个头发。 我忍俊不禁,你今天又怎么回事? 和老婆亲热亲热。 她用湿漉漉的脑袋蹭我,像只温顺的大型犬。 总有几天她会格外残忍,一如我们热恋的时候。 我拗不过她,拿过吹风机给她吹头发。 她心满意足,和我叙叙叨叨地讲起了公司的八卦。 只是讲了没一会儿,她的手机就响起了消息提示音。 她拿起手机查看,微微促起了眉头。 怎么了? 我询问道,我现在得出去一趟。 她说,我关掉了吹风机,这么晚了还去哪里? 还不是小莫那丫头,没见过这么不让人省心的。 她把手机递给我看,摇了摇头,面上满是无奈的神色。 我瞥了眼屏幕,一个粉色头像刚刚发来消息,叶老师,我好像惹祸了,下午交上去的数据出问题了。 毕竟是我带的人,不赶紧解决,到时候领导找上我了,可就是真麻烦了。 说着,叶行舟还叹了口气。 叶行舟刚升了职,我知道她的顾虑,便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嘱咐道,你解决完了早点回来,出门多穿点衣服,这回出去肯定会冷。 叶行舟不知为何,眼里染上一抹愧疚,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老婆早点休息,不用给我留门了。 叶行舟出门了,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索性坐起来,打开了电脑。 我是个写恐怖小说的,这会儿正适合让我找找灵感。 我在手机上找到白天看到的安利片单,从中随便挑选了一部。 我点进搜索出来的第一个链接,然而跳出来的不是我预想中的恐怖片,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小网站。 对于这种情况,我也算是司空见惯,正准备插调换下一个,就被左下角的视频封面吸引了注意力。 那张脸看上去是那么眼熟,封面不甚清晰,我只能尽力辨认,应该只是长得像了点吧。 我虽然这么想着,但在三犹豫后还是没忍住点进这个视频。 视频镜头一直在晃动,内容也颇有些让人不忍直视。 那个男人转过镜头,他的眉眼我再熟悉不过。 我浑身发冷,煞时间觉得天旋地转。 我反复拖动着进度条,试图说服自己是我眼花看错了。 可这一遍遍看下来,我反而彻底能确定,这就是夜行周的脸。 是他,真的是他。 我颤抖着手关掉了电脑。 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绝望的窒息感将我裹挟。 我没办法冷静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睡过去的。 醒来的时候,我的双眼肿胀,不用照镜子,我也知道肯定和核桃壳似的了。 枕边传来夜行周均匀的呼吸声,他的手附在我的腰上,隔着薄薄的睡衣不了,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温度。 曾经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可现在我一看到他,就想到了自己昨晚看到的视频。 我控制不住地感到一阵反胃,下意识把他的手从身上扒拉下去。 或许是我的动作幅度太大了,他翻动了一下身子,悠悠转醒。 怎么了? 他揉着惺忪地睡眼,揉声问道,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舔了舔干涩的嘴唇。 怎么了?我能有什么事情瞒着老婆啊? 他说着,又要将我圈入怀中。 老婆,你的声音怎么这么沙哑,感冒了吗? 我像触电了一般从他怀里挣脱,从身旁拿起笔记本电脑。 屏幕还停留在那不堪入目的画面。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夜行周看到屏幕的一瞬间,先是震惊,很快又变得愤怒。 他皱着眉头,老婆。 我这是被人AI换脸了。 AI换脸? 我愣住了。 是啊。 他愤愤道,现在不是很多这样的案例吗? 别说脸了,连声音都能AI,还和真的一样。 没想到这倒霉事儿给我碰上了。 视频里这女的我见都没见过,这肯定是哪个嫉妒我的人干的。 真缺德。 他骂了两句后,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老婆,你一定要相信我呀,我们认识十年在一起八年,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的。 我观察着她的神色,她看上去一脸坦然,没有半分心虚。 我不禁感到迷茫。 以我对夜行周的了解,她确实做不出这种事情。 可,难道真的像她说的那样,她是被换脸了吗? 没等我再开口,她就翻身压了上来。 不过,老婆你怎么会打开这种小网站啊? 她笑着伸手摸过我的脸,是不是因为咱们最近都没有交流夫妻感情啊? 也是我不好,这些天工作也确实忙了点。 说着,她低头便要亲上来。 或许是受到了视频的影响,我仍是觉得不是,下意识推开了她。 夜行周的表情有点受伤,她直起身子,老婆,你嫌弃我。 我摇摇头没有说话。 我心里知道,其实我相信她说的话了。 毕竟是在一起八年的人,我以为自己足够了解她。 这件事之后,夜行周回家的时间也越来越准时了。 最近怎么都这么准点,我开玩笑说,不加班了。 是啊,她从身后抱住我,把脑袋搁在我肩上,这两天差不多都稳定下来了,小莫也算是有点长进。 怎么,你不会是不想做饭给我吃了吧? 是啊,我不想做了。 我摊了摊手。 夜行周自然地帮我解开围裙,又脱下来穿到自己身上。 她接过我手里的菜刀,行,那就我来做给你吃。 我依靠在水槽边,歪着脑袋看她切菜。 一如我们刚同居的时候,我的思绪飘得很远。 那会儿,我们俩刚毕业,一起决定不回小县城,留在首都工作。 为了省钱,我们俩窝居在五环的一个小公寓里,每天坐一个多小时地铁去公司上班。 我们领着微薄的薪水,过着拮据的生活,但是夜行周总能想办法让我们的日子变得快乐起来。 我下班比她晚一点,她每天下车后都在车站等我。 那时候她买不起花,但是兜里常备着几块钱一大把的千纸喝水果糖。 我们一起手挽着手回我们的小家,当时我不会做饭,就在她旁边陪她聊天。 做饭的地方甚至称不上厨房,我们两个站在一起很拥挤,却也很温馨。 我们相互扶持着度过了很长一段艰难的日子。 生活有了起色的同时,夜行周变得忙碌了起来,我也慢慢学会做饭。 我喜欢写小说,夜行周便支持我辞掉原本乏善可陈的工作,在家里专注写作。 没事的,萧萧,你喜欢就大胆尝试,我现在有能力,可以养活你。 她说,幸运的是,我的小说写得还算成功,很快我便收获了不少书粉,还和一个网站签了约。 我们在生活彻底稳定下来之后就顺理成章地结婚了。 一阵手机铃声将我拉回线时,老婆,你来接手一下,我去拿个手机。 夜行周说着就要把锅铲递给我,我去帮你拿吧我说。 夜行周愁愁了一下才点点头,行。 我寻着铃声从她的黑色羽绒服里拿出了手机。 我留意到来电人是小莫,又是小莫。 我皱了皱眉,这姑娘看着挺机灵的,怎么动不动就出岔子。 我把手机拿给夜行周,她刚好把菜出锅。 她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接起电话,怎么了? 对面不知和她说了些什么,她一瞬间瞪大了眼睛,把高音量问道,什么? 我侧目看她,也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她赶忙放低了声音。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数据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你怎么能自作主张捏造? 行了,你也别说了,我马上过来。 她说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萧萧,她一脸头疼地看着我。 我听到了说的话,也明白她的意思。 你去吧,饭还要给你留吗? 当然了。 她说,你先吃,给我留一口就行,我去把小莫的烂摊子收拾掉就回来。 我应了一声,夜行周换上羽绒服,急急地出门了,我把菜端到桌上,不知为何脑海里又想到了那个视频。 虽然我相信了夜行周说的话,觉得她并不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虽然我很确信,视频里那个女的一定不是小莫。 但是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了,就会开始生根发芽,难以抑制。 我犹豫了一瞬,换了身衣服出门。 我打车到夜行周公司门口。 还没进门,就在楼下遇到了她同部门的同事小周,之前他们聚餐的时候,夜行周带我见过。 哎,萧萧姐,好久不见,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她也认出了我,热情地上前和我打招呼。 你好啊,小周。 你来找夜哥吗? 奇怪,夜哥没加班啊,他应该已经回去了。 他不在吗? 我问道。 我出来的时候没看见他啊。 小周笑着说,夜哥都大半年没加过班了。 文言我一正,大半年。 可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最近几天,夜行周似乎总在加班,近半年尤其。 是啊。 小周的表情变得有些疑惑,我们都可羡慕他了呢。 小周,小莫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莫。 他似乎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一什么反应过来。 他挺机灵一女孩子。 之前有他在的时候我们效率都高多了,不过这也都是夜哥教得好。 之前。 小莫这下也觉得不太对劲了,他奇怪地看着我。 是啊,小莫只是来实习一段时间,很早就已经回学校了。 夜哥没和你说。 我感到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变冷了。 我的四肢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 小莫已经不在公司了,那这个频繁给他发消息的小莫是谁? 夜行周到底还有什么事情骗了我? 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骗我的? 夜行周当天回来得很晚。 他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更衣,洗漱,上床,慢慢地在我身边躺下。 我当然没睡着,但我假装自己已经睡着。 我感受到他的手悬在我的头上滞留两久,最后只是轻柔地俯过我的发丝。 我强忍住内心的不适,安安静静地侧握着,一动不动。 直到身旁传来他均匀的呼吸声,我才睁开眼睛。 确认他已经熟睡,我撑起身子越过他,轻轻拿起他放在床边的手机。 我知道他的手机密码,只是我们俩向来互相信任,他不会刻意防着我看他的手机,我也不会刻意去查。 我输入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手机解锁了。 我打开他的微信,聊天矿被他轻得一干二净,只有我孤零零地待在置顶。 我知道这是他的习惯,很早之前他和我抱怨手机内存不够用。 我说,你定期把微信聊天记录清一清,那个挺占内存的。 夜行周当即就开始清理,只是独独剩下了和我的。 真的诶,一下多了不少内存。 你为什么不删和我的聊天记录,咱俩聊的是最多的吧? 我奇怪地问,我不要。 他说,主动删除掉和你的聊天记录,就像是我亲手杀死我们的回忆一样。 于是我只能尝试在搜索联系人里输入了小莫两个字。 跳出来两位联系人,一个是粉色海离摊手表情包的头像,还有一个是网红的头像。 我记不清那天和夜行周联系的小莫究竟是什么头像的,只能依稀记得粉色。 我先点进了海离头像的朋友圈,可对方开启了三天可见,我什么也看不到。 无奈之下,我只能退出来点进另一个小莫的头像。 只是刚点进去我就挣住了。 他的朋友圈背景是两个人食指相扣的图片,而其中一只手上还带着一块腕表,和我用自己第一笔稿费给夜行周买的那只一模一样。 个性签名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一夜行周。 我几乎能肯定自己心里的猜测,但我还是颤抖着手往下翻。 入目的是一组自拍。 我放大了照片。 照片上笑意盈盈的女人,和那天我在视频里看到过的女人,明显是同一个人。 我原以为确认了自己被二次欺骗会很愤怒,然而我却出乎自己意料的理智。 或许我本来就没有完全打消对她的怀疑。 也或许是我现在整个人更多的是迷茫。 我把她的手机放回原位,换上衣服,拿起包,装上手机电脑充电器,就出门了。 我找了家附近的酒店住下,睡前把手机关机了。 只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睡着。 我把自己缩进酒店冰冷的被子里。 昏沉的夜,昏沉的房间,还有昏沉的我。 我感觉有液体划过自己的脸庞,不知何时我竟又落下了眼泪。 眼泪落在枕头上,打湿一片。 我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阳光已经穿过遮光性并不强的床帘,照在了我的身上。 脑袋一阵胀痛,我捂着头醒来。 我把手机开机。 现在已经中午十二点了。 手机显示四十几个未接来电,微信里还有九九家的消息。 不用看我也知道是夜行周的杰作。 还没等我缓过神来,手机铃声悟得又响起来。 是沈春。 我刚接通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他高分贝的声音。 姑奶奶,你可算接电话了,这是发生什么事了?你居然完失踪,你们家老夜可急死了。 电话一个两个打到我这儿来。 春春,我打断他,我要离婚。 萧萧,离婚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知道你们俩那么久以来都没怎么红过脸,但夫妻间有争执很正常,咱们不要意气用事。 千万慎重考虑,我没有意气用事。 我说,电话那头一阵静默,过了好一会儿,沈春才急急地问,你在哪儿,我现在过来找你。 我把酒店的定位发给他,顺手把夜行周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拉入了黑名单。 沈春自己开了家甜品店,我住的地方离他的店并不远,很快他就赶了过来。 打开门看到他的时候,我的眼泪又一次绝地。 沈春被我吓了一跳,连忙带上门,一边拿指给我擦眼泪,一边安慰我。 我的心情逐渐平复下来,他见我好转,这才开口问道,发生什么事了? 我有些难以启齿,犹豫在三后叹了口气,还是全盘拖出了。 什么?信息量太大,沈春一脸不可思议,他瞪大了眼睛总结。 你是说他不仅出轨了,还和三拍小视频,被你发现了,骗你说是AI换脸,一开始你还信了。 我点点头,多么拙劣的借口啊,爱情真让人盲目。 他说,但转又摇摇头,算了,如果是夜行舟的话,妈的,他装得可真好。 你们在一起八年啊,整整八年,连我都看不出来他是这样的人。 八年,提起来我又感到心头一阵顿痛。 就像沈春在电话里说的,八年来,我们几乎没红过脸。 夜行舟温柔,体贴,善解人意,除了这么对我之外,对待旁人也是彬彬有礼。 我周围的朋友长辈没有一个不夸赞他的。 连向来自诩看人,特准的沈春见了,都说他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男人。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 沈春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来电显示是夜行舟。 他看了眼手机,又看了眼我。 我示意他接。 电话接通,我能清晰地听到夜行舟急切的声音。 沈春,我刚刚给萧萧打电话,发现他在盲线中,是你联系上他了吗? 他说,他现在好像把我拉黑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如果你联系上他了,能和我说一声吗? 我真的很担心他,我深吸一口气,拿过手机,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离婚吧。 萧萧。 夜行舟愣了一下,慌张道,你怎么了萧萧? 为什么突然这么说?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昨天晚上,你出门去哪了? 昨晚。 我不是说了吗? 小莫又给我惹麻烦了,我只是,你还在骗我。 我笑着说,眼泪却又蓄满了眼眶,你根本没有去公司。 夜行舟安静了片刻,喃喃道,你跟踪我?你近半年来加过班吗?真的小莫还在你公司吗?我在网上看到的那个人不是你吗?那个小莫朋友圈里面的男人不是你吗? 我情绪愈发激动,说到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你告诉我,这桩桩渐渐,究竟什么是误会? 我腾出手抹了把眼泪,离婚吧。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沈春这些天晚上都会来酒店陪我,还帮我找律师拟定了一份离婚协议。 我带着离婚协议,回到了那个很久没回的家里。 或者说,现在与我而言,那个地方也算不上家了。 我打开门,屋子里酒气熏天,衣服被扔得到处都是。 桌上的玫瑰已经枯萎,花瓣散了一地,带着腐朽的臭味。 我条件反射地往后退了一步。 主卧里传来人交流的声音。 我走到卧室门口停住脚步。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我听见一个娇俏的女生,你说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小心? 我哪知道她会趁我睡着看我手机,她以前从来不看的。 叶行舟说,还不是你,非要把那些照片发朋友圈。 人家发之前也问过你的吗?你也是同意的。 说到底,还是因为她看到那个视频起疑了。 叶行舟烦躁道,我拍下来都放到私密文件里了,怎么会被人发出去? 突然,她顿了顿,转而立声道,你发的。 我听到她的语气,心下一静。 这和我从前印象里温文尔雅的叶行舟完全不是一个人。 她很利切,带着压迫感。 你有病吧,这发出去对我有什么好处? 要我说,既然现在都这样了,你不如就和她离婚,光明正大的和我在一起。 不可能,我告诉你唐离,你和霍销没法比。 讨厌,你在床上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一阵恶心,无心在听他们纠缠下去。 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茶几上,转身离开了这个地方。 两天后,我收到了一条陌生短信。 三点半,花房咖啡馆,不见不散,霍销。 没有署名,但我差不多能猜到是谁。 等我如约到达咖啡馆的时候,那个人已经在了。 她坐在窗边,朝我招手示意。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唐离。 她笑着把菜单推到我面前,想喝点什么。 这是我第一次和她面对面见到,可不知为何,我看她的眼神总觉得有几分熟悉。 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天我在家里看到离婚协议书了,是你来过了吧? 唐离说得轻描淡写,家里两个字很自然地从她嘴里吐出来。 我没有说话,她喝了口咖啡,自顾自地往下说,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明智,毕竟行舟其实也说过,和我在一起很快乐。 她嘴角勾起弧度,语气中带上几分暧昧,尤其是在床上的时候。 我放在桌下的手下意识钻紧。 她和我说,在我这里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这是你给不了的,你比我无趣得多。 她一边说,一边还观察着我的神色。 说完了吗?我平静道,你今天找我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些废话的。 我还以为你是来把夜行舟签完字的离婚协议书拿给我的呢?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您赶紧让她签完字,把离婚协议书送到我手里,谢谢。 出乎我的意料,很快唐离居然真的把离婚协议书送到了我的手上,而那上面也已经有了夜行舟的签名。 你比不过我的,霍霄。 她摸上自己的小腹,看我的眼神中满是挑衅,我怀孕了。 我检查离婚协议的手一致。 她挑了挑眉,说起来,你们结婚也有两年了吧,要怪就怪你自己的肚子不争气,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 你都不知道,行舟知道了这个消息后有多激动。 唐离捂着嘴笑起来。 是吗?我又想到一些往事。 我其实不是怀不上,而是不想生。 因为我的原生家庭并不和谐。 从小我的父母对我都不管不问,他们的重心一开始在工作上,之后便到了我弟弟身上。 我不能保证自己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拥有痛苦的童年。 因此我和夜行舟约定过,在我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之前,我是拒绝怀孕的。 当时因为这件事,他的父母也没少诟病我。 只是对于我做出的决定,夜行舟却完全理解并且支持。 甚至家庭聚餐的时候,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和他妈一起讨伐我,他都会一一帮我反驳回去。 女人怎么就一定要生孩子了? 萧萧首先是独立的个体,其次才是我的妻子。 子宫是他的,他说了算,我当然完全尊重他的意见。 我觉得您这个说法不对,我结婚也不是因为年龄到了就要成家,而是因为我喜欢萧萧这个人,我希望我们的感情能更进一步。 萧萧是很好的姑娘,我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她的帮助。 我很爱她,有没有孩子都不影响我对她的爱。 现在想来她当时说的话,我不免觉得可笑。 但不管怎么说,夜行舟也算是签下了离婚协议书。 我短暂地把她从黑名单里拉出来,和她约了个时间去民政局。 这是我们时隔两久第一次见面,她仍旧衣冠楚楚,只是从脸上看来消瘦了不少。 见到我,她嘴唇捏如一下,似乎有很多话想说,但最终只是面带愧疚地说了句,对不起,萧萧。 我没有回答。 走出民政局后,我在门口看到了唐离。 她穿了一身红色的套裙,在天地皆白的冬日里显得格外明媚又张扬。 看到夜行舟的那一刻,她喜笑颜开,抬着下巴从我身边走过,亲密地挽起她的胳膊。 夜行舟醋了醋眉,胳膊动了动,似乎想抽出来,但最后停住了动作,任她这么抱着。 我没心情看他们狼情惬意,打车去找沈春了。 她说,今天晚上请我吃饭,还会有一位特殊嘉宾。 我和沈春坐在餐厅里。 不会是你家牢里吧? 我开玩笑道,她算什么特殊嘉宾? 沈春翻个白眼,咱们今天可是姐妹局。 她话音刚落,我就听到一个许久没听到过的声音。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路上有点堵。 我转过头,发现是我们高中时候的好朋友,陆婉怡。 婉怡,我惊呼道,你回国了。 陆婉怡大三后就出国留学了,前几年回来的时间还算多,之后几年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联系也因此慢慢变淡。 说来也巧,我回国那天是我妈生日,我就找了家附近评分最高的蛋糕店订了个蛋糕。 没想到正好是春春的店。 她笑着说,我说咱们也很长时间没见了,约个时间大家吃吃饭,平衡一下就选在今天了。 沈春说,两位美女看看想吃什么,随便点,今天所有的消费沈老板买单。 虽说很久没见,但我们毕竟曾经是很要好的朋友,聊着聊着马上又熟络起来。 我们撒点了酒,喝到微醺的时候聊起大学时候班上的同学。 说起来你们还记得唐雪吗? 陆婉怡用手支着下巴问我们。 唐雪,她怎么了? 沈春问,我皱了皱眉,我对这个女生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她是隔壁般的,因为一次文艺慧眼对叶行舟一见钟情。 那个时候我已经和叶行舟在一起了。 但她对此毫不在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向叶行舟示爱。 她看我的眼神永远充满敌意。 叶行舟也从一开始的礼貌拒绝变为之后毫不客气地拒绝。 即便如此,她依旧不依不饶。 直到有一天,她当着众人的面指着我大声质问道, 行舟,这个女的有什么好的? 你为什么喜欢她不喜欢我? 就因为她比我好看。 那又怎么样? 我有钱啊,我可以去整容,整成你喜欢的任何样子。 只要你愿意,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叶行舟露出那么厌恶的表情。 请你对我女朋友放尊重点。 我最后重申一遍,我不喜欢你,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 这和长相,财富没有关系。 我喜欢的是霍霄这个人,她一字一顿道,在我眼里,你无论如何都比不上她,你别再纠缠我了。 当着来往同学的面,唐雪哭得生思历竭。 叶行舟拉着我的手就要走。 刚转过身,我们又被她叫住。 我回头,看到她T4横流的脸上,裂开一个难看的笑,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看着还有点瘆人。 不可理喻。 叶行舟冷冰冰地丢下一句话,带着我离开。 而自那以后,我们确实再也没见过唐雪。 她从我们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我见到过她。 陆婉怡神秘地笑笑,她现在还挺漂亮的。 她整容了。 沈春微微睁大眼镜。 陆婉怡摊了摊手,是啊,我一开始都没认出来。 两年前,我参加一场宴会的时候偶然碰到的,我旁边的小姐妹偷偷和我说那是唐雪。 家里出问题了,被家人送到国外来避风头的。 当时还有人拍了很多照片呢。 等一下,我给你们看。 她说着,低头翻起手机相册。 她翻到其中一张,递到我们面前。 我凑上前去,只是在看到她脸的一瞬间,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照片上的女人,是唐离。 哇,真的还挺好看的。 沈春看了之后感叹道。 沈春只知道这件事,也没有看到过唐离的照片。 原先的醉意一下子就消散了。 或许是我的脸色实在不太好看。 沈春和陆婉怡都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 萧萧。 沈春问我。 我动了动嘴唇,艰难开口,那个唐离,好像就是唐雪。 我这话一说出口,我这话一说出口,沈春立马瞪大了眼睛。 谁? 那个小三。 陆婉怡在刚开始吃饭的时候,就知道我离婚的事情了。 她这会儿也是一脸震惊。 我是记得之前大学的时候,唐雪和叶行周表过白,但是,啊? 我又想到大学的时候,唐雪说过的话。 当时我们都只当那是她年轻夫妻说的话,然而现在看来,好像不是那么简单。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寒而栗。 之后的日子按部就班,知道有一天,唐离又找上了我。 我已经和叶行周离婚了,你还找我干什么? 唐雪。 见我直接叫出了她的本名,她脸上不自觉出现了惊讶的神色。 你知道了? 她勾起唇角笑了,自顾自说道, 霍霄,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叶行周喜欢你。 从前不明白,现在也不明白。 现在也没有什么值得想通的必要了,我们没有关系了,你已经得到她了。 得到她? 唐离像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样大笑起来,笑声刺耳。 从前我确实想得到她,但现在我只想毁掉她。 我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她。 所以那个视频是我发的,她毫不犹豫地承认了,怕你看不见,我还发了很多地方呢。 那天我在酒吧里看到他们部门聚会,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我知道这是我的机会,这是天意。 曾经她和我说,她不喜欢我和我的长相没关系,但是事实是我换了张脸,她很快就迷上了我。 她就是个冠冕堂皇的骗子。 啊不对,有一句话她倒是说得和从前一样。 她痴痴地笑起来,她说我无论如何都比不上你。 可那又怎么样,只要她不再一门心思扑到你身上,我就有的是办法。 我有时候看着她总在想啊,为什么你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而我,我连家里都破产了,我曾经唯一的优势都没了。 不过没关系,我能把你们都拉下来。 说着,她伸手拉下了自己的衣领。 我看到她白皙的脖子上灵星分布了几颗红疹。 你这是,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我在美国的时候就得了艾滋病,全靠化妆品遮着。 她的表情近乎残忍,我和叶行周从来不待,你明白了吗? 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 其实我和叶行周已经很久没有过性生活了, 近一年来即使有,也是趋值可数。 但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选择去医院看看, 顺便做了个全身检查。 检测结果一切正常,拿到报告的时候我松了口气。 只是刚走到电梯口,我就看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人。 叶行周的妈妈。 这位素来穿戴优雅的老太太此刻蓬头垢面, 衣服褶皱不堪。 她也看到了我,原本灰暗无光的眼神 一下亮了起来。 萧萧,你怎么也在医院? 还没等我回答,她又磨起了眼泪。 萧萧,你去看看行周吧, 这孩子现在怎么就这样了呢? 她拉着我叙叙叨叨地讲了起来。 从她的话里,我得知叶行周上吊了, 如果不是因为她今天正好来看儿子, 人可能舅舅不活了。 她哆嗦着声音祈求道, 萧萧啊,你们好歹也在一起这么久, 再怎么说也还是有点感情的, 你就过来看看她吧。 我犹豫再三,还是同意了她的请求。 我找到了她和我说的病房号。 叶行周坐在病床上,面色苍白, 两颊已经凹陷下去。 她手背上插着针管, 手上青绿色的血管,清晰可见。 听到开门的声音,她转头看向我, 却又很快扭过了头。 对视的一瞬间,我在她眼中捕捉到一闪而过的许多情绪。 惊讶,愧疚,甚至还有几分窘迫。 你怎么来了? 她低着头问我。 我留意到她身上也起了小红疹。 电梯口碰到你妈了, 她让我来看看你。 你来医院干什么? 你生病了? 来拿体检报告。 我实话实说。 叶行周猛地抬起头看我。 她是个聪明人, 一下就猜到了这是为什么。 唐历都和你说了。 对,你没什么大碍吧? 我们很久没,没有。 我打断她。 那就好。 我们俩都没有再说话。 过了半晌,她才又开口, 其实一开始我只是喝醉了, 本来我并不会和她发生关系的。 我也没有喜欢上她, 我只是迷恋她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刺激感。 你没必要和我解释, 这不重要。 说起来, 你们的孩子, 打掉了。 叶行周自嘲试地笑笑, 她早就打掉了。 打掉也好, 这样的孽种就不该出现在世界上。 我并未觉得太惊讶, 这也算是在意料之中。 她又抬眼看向我, 眼中情绪复杂, 最后却只说了一句, 对不起, 萧萧, 希望你余生万事圣意。 不要再, 遇见像我这样的人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的身上, 给她的外表, 度了层淡淡的金色。 曾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午后, 她充满爱意地望着我, 眼里清澈透亮。 少年笑得神采飞扬, 萧萧, 我喜欢你, 和我在一起吧。 很高兴遇见你, 我希望我的余生也都是你。 她的容貌变化, 同从前并不大, 只是此时此刻我看着她, 心里却在没有一丝波澜。 我走了, 我说, 再见, 再见, 还是再也不见。 我走出了病房, 没有再回头。 全文完。 新婚夜里, 我被绑架。 一向不信鬼神的金圈太子爷, 却跪在手术室门口, 祈求她的白月光可以平安生产。 十几天里, 绑匪给她打了无数个电话。 皆是无人接听我被救出来后, 记者问我, 沈小姐, 你对江绍跪地祈福这件事怎么看? 那就祝他们岁岁有今日, 年年有金招。 新婚夜里, 我被江继年的竞争对手绑架了。 醒来时, 是在一个废旧仓库。 我的身边站着一个脸上带有刀疤的人。 他的手上还拿着刀, 架在我的脖梗处。 他跟我说, 沈小姐, 只要江绍愿意拿北城那块地皮来换你, 我就放你离开。 北城那块地皮被很多人觊觎。 最后阴差阳错, 落到了沈家手里。 沈家人为了讨好江家, 转手送给了江家, 置换了一些资源。 对他们来讲, 那块地皮没什么大用处。 可这时候, 却能救我的命。 绑匪将手机递给我, 沈小姐, 希望你可以识相一点, 不要让我难做。 我的手忍不住发抖, 拨了一个熟悉的号码。 打了无数次, 都是无人接听。 那一瞬间, 我心如死灰。 他书弟笑了, 沈小姐, 你逗我, 你觉得我是三岁的孩童吗? 绑匪以为, 是我为了拖延时间, 拨了错误的电话。 可那串数字我铭记于心, 一个都没有错。 没, 没有, 我的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慌张地说道, 我真的没有骗你, 再给我点时间, 接连拨过去, 军事无人接听。 到了后面, 便成了以关机。 那一瞬间, 我彻底死了心。 我知道, 是江秦年不想接我的电话。 他一直觉得, 是我心机深沉, 非要驾到江家。 向来是不喜欢我的, 甚至是厌恶我。 绑匪抓住我, 将我绑起来, 用竹签挑了我的手指甲。 食指连心, 藤意渐渐涌上来, 让我几乎没了意识。 从三岁那年, 妈妈去世后, 我被所有人抛弃。 外祖家觉得, 我是个克星, 是我克死了我的母亲, 不许我踏进他们家一步。 继母也不惜我, 把我关在地下室, 让我不知道白天黑夜。 有时候, 甚至连饭都能忘记送。 18岁, 他们让我和江家联姻, 把我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他们家。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在意我。 即便是死了, 或许也没人知道。 或许这就是我的宿命。 我被关在这里, 分不清白天黑夜。 他将我吊起来, 沉入桶中, 我只感觉自己快要窒息而亡。 而后, 他又将鞭子打在我的身上, 疼得我喘不上气。 他逼迫我联系江其年。 即便是我无数次求饶, 他也不曾停手。 可这些天里, 不论怎么给江其年打电话, 他都是关机状态。 绑匪将折磨我的照片, 发到他的邮箱, 他也依旧无动于衷。 沈小姐对于江少来说, 就那么不重要吗? 绑匪的质疑升起。 我睁开眼, 轻轻笑了笑, 说道, 是啊。 既然如此, 那只能劳烦沈小姐给我陪葬了。 我闭上眼, 安然等着我的结果。 可我还不等感觉到疼意, 就听见破门声。 绑匪将刀架在我的脖子上。 不过一瞬, 他就被击毙。 他死了。 指挥他来绑我的人是谁, 无从得知。 我想要追究, 想要警察可以继续查下去。 江家人和沈家人轮番上阵, 他们劝我, 让我一个字都不要说。 因为豪门世家经不起半分议论和丑闻。 听到他们的话, 我滴滴笑出了声, 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心脏就像是被一双手抓住, 窒息得喘不上气。 江夫人看我如此, 低声说道, 阿愿, 你先好好休息, 等晚上妈再来看你。 她的声音淡然, 温柔。 可若不是她让我出门找江七年, 或许我根本不会被绑架。 他们鱼贯而入, 又鱼贯而出。 此刻电视机上 疏然出现江七年的身影。 她跪在手术室面前, 双手合十, 像是在为谁祈求什么。 而时间是我被绑架的那一天。 此刻, 我只能听见脑子里的嗡嗡声。 所有人都在说, 江七年的初恋 就住在这个医院。 当时, 他们就目睹一切。 所有人都在议论, 江七年痴情, 为了初恋做尽一切。 就算是把命给她, 她都不会眨一下眼。 可身为她的妻子, 我被绑架之后, 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她。 鬼使神差的, 我坐上通往顶楼的电梯。 刚出电梯, 我就看见江七年怀里抱着一个孩子。 她轻声细语, 哄着怀里的孩子。 像是对待一个珍宝。 直到, 承暖西缓缓走上前。 江七年低声说, 怎么出来了, 身体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他们站在一起, 郎才女貌。 仿佛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如若, 这人不是我的丈夫, 恐怕我会说一句般配。 我缓缓上前, 站在他们的面前。 江七年看到我, 眉头紧簇, 将孩子递到承暖西手里。 伸手拉住我的腕子, 将我拽到楼梯间。 我没忍住疼, 眼泪一瞬间从眼角滑落。 她却怒斥我, 沈渊, 你又在闹什么? 这一瞬, 我的心像是有无数根针扎, 密密麻麻地疼。 片刻后, 我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问她, 江七年, 你为什么把手机关机了? 你一直给我打电话, 烦都烦死了。 她的语气里满是不耐。 可对我来说, 却像是一把脆了毒的剑, 狠狠刺在我的心上。 我垂眸笑出了声, 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直到, 她看见我被纱布包裹的手, 才发现我受了伤。 就这样直勾勾地看着我, 低声问我, 你这是怎么弄的? 我对上她的眸, 一字一顿地说道, 我被你的仇家找上门, 挑了十根手指的指甲。 险些就死在那了, 她就站在这, 眸子里满是震惊之色, 却什么都说不出来, 不过都不重要了。 我低声说道, 我从她的身侧路过, 一步一步地往下走, 却听见陈暖熙对她说, 年, 孩子一直闹,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 此刻脚上像是有无数根针, 扎在上面, 很疼很疼。 眼泪将我的眼睛模糊, 险些跌下楼梯, 江齐年再也不是儿时那样。 她再也不会再像十二岁那年, 在地下室撞见我时, 拥着我, 跟我说, 阿怨, 你别怕, 我这就带你走。 也不会在别人欺凌我时, 站出来, 对他们说, 你们感动阿怨一下试试。 那时的她对我来说, 像是一个盖世英雄, 我对于她而言, 或许早已成为一个累赘, 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她的正常生活。 我垂下眸, 笑了一笑, 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在这一瞬间, 我书弟想明白了, 一切我所纠结的, 全都不会有结果。 看着她进门的身影, 我将眸子闭上。 她坐在椅子上, 问我, 疼不疼? 江齐年, 我不疼。 我如此说道, 我们离婚吧。 这一刻我无比平静, 情绪上丝毫没有起伏。 江齐年不作声, 将苹果递到我嘴边。 我睁开眼, 对上她那双漆黑的眸子, 你如果那么爱成暖息, 就不应该和我结婚。 哀怨, 我欠她的, 我不能不管她。 听闻这句话, 我的笑声溢出来。 嘲讽之意无限蔓延, 眼眶里的泪, 从眼角滑落。 在这一瞬, 我的心没有任何知觉, 只有麻木。 江齐年, 你出去吧, 我不想看见你。 好。 她低声应道, 将削好的苹果放在盘子上, 你好好休息, 我过后再来看你。 听到关门声,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些年里, 我一直在告诫自己, 不要重蹈我母亲的路。 和江齐年联姻, 并不是一条好归宿。 可是事实是, 我的面前没有路, 只有这么一条。 我想过逃离, 却被抓回来关了起来, 将我的电子设备全都拿走。 直到结婚那一天, 才将我放出来。 江齐年, 如果想拿到江家的财产, 他必须和我结婚。 他没得选, 我也没得选。 我们都是被操纵的傀儡。 结婚前一天, 我还在想, 我是喜欢江齐年的。 只要他好好跟我过日子, 即便是他不爱我, 我们也能相敬如宾地过一辈子。 到时候他做饭, 我浇花, 再生一个小娃娃, 他一定会是一个好爸爸。 可那终究只是幻想。 我去药房里拿药, 撞见出院的陈暖西, 江齐年的手里提着孩子, 还体贴地叮嘱陈暖西, 慢一点。 那双眸子里的柔情, 简直是要溢出来。 可我在这儿的几天里, 他除了偶尔给我送一顿饭, 其他时间都在伺候陈暖西。 我垂下眸, 笑了一声, 从窗口取了药, 回去的时候与陈暖西擦肩。 他书弟站住, 回过头来, 试探地喊了一声, 阿怨。 我脚步一僵, 整理好面上的情绪, 才回头看他, 我是应该喊你成小姐, 还是喊你成太太。 在我问出这句话的一瞬, 他便已红了眸, 阿怨,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但是能不能, 能啊。 我轻笑着打断他的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包括江齐年, 好不好。 我往前两步, 对上他的眸子, 执拗地等着他的一个回答, 还不等我继续说下去, 他的眼角滑下两行泪, 很是可怜, 可我更可怜, 我的丈夫整日守在他的身边, 对他一步步离, 却对我视而不见, 见他如此, 我轻笑着问道, 怎么了? 陈暖西, 我全都送你, 你怎么还哭了? 书弟, 江齐年握住我的腕子, 将我拉到身后, 低声怒斥道, 够了。 沈愿, 即便他知道我手上有伤, 依旧要为他出气, 周围满是人, 我也不愿意当个笑话, 让人围观。 我抬头看着江齐年, 痴痴笑出声, 继而低头看了一眼他手里提着的孩子, 望向陈暖西, 孩子很好看, 就是长得不像江齐年。 他对你这么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你俩的孩子。 我的声音不低, 周围人都窃窃私语, 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自顾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回到病房里, 有些媒体闻声而动, 堵在了我的病房门口, 外人的嘈杂声皆传入我的耳里, 将家来人处理, 想将他们打发了。 我将门拉开, 进来吧。 他们鱼贯而入, 我低头看了一眼包扎的手, 浅浅笑了笑, 就不招呼你们了。 不过一瞬, 听见有人问我, 沈小姐, 你对江少贵地 为陈太太祈福的事情怎么看? 祝他们早日成婚。 许是我语出惊人, 病房里陷入寂静。 所有人都知道, 我与江齐年刚结婚, 陈暖西也有丈夫。 不过是想给我难堪罢了。 继而, 我又补充道, 这么爱的话, 那就祝他们年年有今日碎碎有今朝。 出院那天, 我回了新房门上, 电梯里都还贴着喜字。 可我看见这个字样, 只觉得可笑极了。 一对没有爱的新人, 即便是被很多人祝福, 也依旧感觉不到喜庆。 我打算离婚, 可沈家和江家人轮番上阵劝我, 让我得过且过。 离婚对于两家而言, 都不是什么好事情。 我父亲还恐吓我, 如果让我祖父知道了这件事, 少不了一顿嫁法。 好在段时间里, 江齐年没有回来。 不用应付江齐年, 我也乐得自在。 闲来的时候煮一杯咖啡, 小口瞎着。 综艺看到好笑的地方, 笑出声来。 只是一瞬, 我听了开门声, 扭头间看见了江齐年。 还不等我回过头来, 就看见他进了门, 走到我面前, 阿怨, 我给你带了甜点。 他献饱式地将蛋糕放在我面前。 巧克力蛋糕, 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 我住在江家的时候, 江爷爷会让阿姨特意买给我吃。 可这一次, 入口皆是苦意, 一点也不甜。 我和尚丢进垃圾桶里, 不爱吃了。 说着, 我转身就要回房间。 不过虚余, 我就听见江齐年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阿怨, 我答应了爷爷娶你, 就会好好对你。 江齐年将蛋糕盒子收起来, 我以后不会再去见成暖息了。 他垂着眸, 自顾将东西收起来, 也将我点的外卖一桶收起, 丢进垃圾桶。 又从冰箱里拿出几样食材, 进了厨房。 这些年里, 我已经很久不见他下过厨。 小时候家里管的盐, 不让他吃那些素食。 他便等夜里大人都睡了, 偷偷大半夜下楼煮。 那一次我碰巧撞见, 正要开口说话, 他跑上来, 捂住我的嘴, 嘘, 等熟了分你一半。 我冲着他一笑, 硬道, 好。 那时, 他不过才十八岁, 对我极好。 想来那时的感情, 也只是亲情。 江家和沈家是世交, 来往多。 加上我在江家住过一阵子, 他自小看着我长大。 对我, 应当是没有什么爱情可言。 而那时的我, 心里早已种下了一颗种子, 慢慢地发出了芽。 我心里总想着, 要和江其年考同一所大学, 要跟在他的身后, 一直一直和他在一起, 做他的小尾巴。 可惜, 现实总是不如人意的。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永远也改变不了。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 江其年为讨我高兴, 晚上按时回家。 早晨去上班的时候, 桌面上也已经做好了早餐, 还让人给送了一堆奢侈品。 看见人搬进来的时候, 我心里只觉得好笑。 而我也与他相敬如宾。 在外人面前, 装得很恩爱。 实则在家里一句话也不说, 夜里也不在一间房里睡。 但谁都没有再提过离婚。 在我生日的时候, 江其年为我搞了一场生日宴。 他陪我入场, 做足了面子。 人人都咽现我, 说我好福气。 听着底下的话, 我偏头看向江其年。 时钟转到十一点, 江其年的手机突然响起。 我听见了, 电话那头是乘暖锡。 他的声音里带着哭腔, 说, 年, 孩子发烧了,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好害怕。 这句话, 一字不差地落到我的耳里。 江其年看向我, 那双眸里皆是犹豫。 可这犹豫, 就像是一把锋利的尖刀, 狠狠刺向我。 我知道, 他想去。 我抬头看向他, 江其年, 你说过不会再去建成暖锡了。 他将我拥入怀里, 用只能我们两个人听见的声音说, 阿怨, 孩子生病了, 我送他们去医院, 马上回来陪你切蛋糕。 在这一刻, 他没有半刻的犹豫。 让阿姨帮他拿过外套, 他穿上, 镜子下了台, 又一次抛下了我。 我拉住他的衣袖, 抬头看向他, 江其年, 那不是你的孩子。 他低头看着我, 我也一顺不顺地盯着他的眸, 可我看出他在闪躲。 他说, 阿怨, 不要无理取闹。 听到这句话, 我垂下眸笑了一笑, 松开拽着他袖子的身体, 低声说道, 江其年, 今天你只要去了, 我们就离婚。 我往后退了一步, 原本我以为是能吓唬住他的, 可他依旧静止地离开, 不带半分犹豫。 在这一刻, 我成了全场的笑话, 分明, 这是我的生日宴, 可我的丈夫, 却为了别人, 再一次抛下我。 切蛋糕的时候, 江其年没有回来, 周围人全在议论, 他们说, 这只是作秀。 还有人说, 江其年从来就不爱我, 娶我不过是迫于江老爷子。 他们说的都没错, 我从厅里拿了衣服, 转身就想离开江家。 江爷爷坐在轮椅上, 仰头看着我, 说, 阿怨啊, 爷爷就不强留你了, 但是以后你要常来看爷爷。 好, 一定会的。 从江家出去时, 下起小雨, 落在我的身上, 我却感觉不到任何冷意, 一步一步往前走, 脚下传来钻心的疼。 我忍着这疼, 走了十公里, 一步一步走回来, 脚上磨出了泡, 虽疼却不致命。 这一夜, 我一宿没睡, 因为前一天江其年说, 会给我煮长寿面。 可等到清晨, 他还是没有回来。 在这一刻, 我心底的那一丝期待, 彻底落空。 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让自己清醒了几分, 又去卧室收拾行李。 我和江其年的婚姻, 到此结束了。 临走时, 撞见回来的江其年。 他正正地看着我, 那双眸子里带着探究。 我只看了他一眼, 想从他的身侧路过, 却被他一手抓住手里的行李箱, 你要去哪? 江其年, 我们离婚吧。 我轻声说道, 爱怨, 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的话还没讲完, 就被我打断。 江其年, 我还是那句话, 你不爱我, 就不该和我结婚。 其实我和你结婚, 也不是自愿的, 但我反抗不了,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 对彼此来说, 都是枷锁。 推开他的手, 自顾按了电梯。 进电梯的时候, 他死死盯着我, 那双眸子通红, 不舍要从眸中溢出, 看起来真是可笑至极。 坐上出租车的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自小在这座城里出生, 长大的我, 始终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索性就进找了个酒店, 落下脚。 这些天里, 我找律师拟了离婚协议, 给江秦年寄了过去。 江秦年给我发消息说, 沈愿, 别闹了, 我们不能离婚。 我向你保证, 以后不会再去建成暖息了。 可我不信了。 这些承诺在他的嘴里, 就像批发的一样, 不值钱。 他不来找我, 我便去找他。 去公司找江秦年的时候, 秘书跟我说, 他去会场了。 他只会布置会场, 干净利索地处理手下的事情。 这样的江秦年, 我从来没见过。 只是这样的他, 也从没有属于过我。 隔着人群, 我与他遥遥相望。 看见我的那一瞬, 他的面上一袭, 远远朝着我走来。 他和五年前并没有什么不同。 什么都没变, 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阿愿, 去会议室。 我意不意去跟在他身后, 在他关上门的那一瞬。 轻声说道, 江秦年, 我来给你送离婚协议。 从包里掏出来, 递到他的手上。 见他桌上没有笔, 又从包里, 翻出钢笔递给他。 他看见钢笔的那一瞬, 瞳孔一缩, 颤颤巍巍地从我手中接过。 低头对上我的眸, 问, 阿愿, 非要这样吗? 见他如此, 我轻笑了一声, 说道, 江秦年, 我不是垃圾, 我的感情也不是。 当年, 我兼职赚到第一笔钱, 送给他一支钢笔。 他因为乘暖西一句喜欢, 转送给了他。 而他将那支笔丢进了垃圾桶里。 恰好, 我去丢垃圾的时候, 在垃圾桶旁边看到, 又捡了起来。 自从我满了18岁和他订婚后, 他从没正眼看过我。 把所有的不满, 全都发泄在了我的身上。 阿愿, 我怎么会把你? 他的话不曾说完, 就被我截下, 可你得承认, 你不在乎我, 因为你连接我的电话都嫌烦。 我一顺不顺地盯着他, 红了眸子, 我不知道你爱的是谁, 但我知道你不爱我, 不想和我离, 无非是没有办法和家里长辈交代。 可看到我如此坚决, 他翻开离婚协议, 在签名处签上他的名字, 姜子他写得有些歪了。 我在抬头看他, 他的眸子微红, 像是有不舍。 看他这样子, 我还是没忍住笑了一声。 随即将协议书收进包里, 看向他, 离婚那天, 你来酒店接我吧。 好。 他应道, 江秦年来接我那一天, 纷纷嚷嚷。 酒店门口有很多记者, 他们都想要搞到第一手的料。 毕竟豪门的丑闻, 大家都想要看到。 我直接坐电梯去了地下停车场, 上了江秦年的车。 路上他再一次问我, 这婚是非离不可吗? 是啊, 非离不可。 我回应道, 我回应道, 他肩默不言, 却轻叹了一口气, 似乎是在为这段婚姻感到惋惜。 这一天, 就像我就他那一天一样, 空中洋洋洒洒下起大雪。 这些年, 我嫌北城下的雪小, 而今天的这一场雪, 一点也不寒沉了。 可他从来都不相信, 是我将棉衣裹在他身上。 更不信, 是我救了他。 高中毕业后, 我们将毕业聚会定在了郊区的山上, 晚上我继母没有派车来接我。 同学将我烧下山, 我想一个人打车离开。 却不成想, 这一段路疯了, 只能走过去。 有辆车开得极快, 从我的眼前刷的一下路过。 还来不及细想, 为什么这里疯了还能有车进来? 就看见了一个血淋淋的人, 躺在雪地里。 血从他的身下缓缓一出, 车子早已肇事逃逸。 等我看清, 才知道那是江崎年。 我将棉衣脱下来, 裹在他的身上, 打了120。 救护车需要绕路才能进来。 即便是我一声又一声地 喊江崎年的名字, 他也依旧奄奄一息, 快要没了呼吸。 我急得眼泪直流, 跟他说, 江崎年, 你别怕, 我去路上拦车, 你等着我好不好。 可我回去时, 江崎年已经消失在了雪地里。 我穿着单衣, 找了好半天都找不见人影, 直到远远地看见同学, 路亭申, 他伸手将我拉起来, 问我, 阿怨, 穿得这么少, 冷不冷? 我急得在原地打转, 眼眶里含着泪, 望向路亭申, 你看见江崎年了吗? 他刚才还在那呢? 见他站在原地不动, 我抓住他的胳膊, 你帮我找找他好不好? 回家了, 阿怨。 路亭申没有将我送回沈家, 而是将我带到他的出租屋里。 我发了一场高烧, 昏昏沉沉地怎么也醒不过来。 梦里有我, 有江崎年。 好多天, 我只能听见声音, 却怎么都睁不开眼睛。 后来我才听说, 有人救了江崎年。 可我问了很多遍, 他们都说那个人是陈暖熙。 我跟所有人解释, 那个人是我。 所有人都觉得, 我是在说笑。 天之地之还有我知道, 其他人都不信我。 就算是我无数次跟江崎年说, 他都跟我说, 阿怨, 别闹了。 离婚证上盖了章, 为这段婚姻画上了句号。 我望向江崎年, 刚想说话, 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事路停身, 他从我的身边走过, 一拳打在了江崎年的脸上。 江崎年, 那年阿怨为了救你, 差点在马路上冻死, 路停身的声音像是一把利刃。 狠狠穿透我的心脏, 疼得我喘不过气。 江崎年望向我, 又望向路停身。 摇摇头, 不可能, 我睁开眼的第一时间, 看到的是暖暖。 是阿怨打了120, 也是他将自己的棉衣裹在你身上, 当时他反反复复发烧, 烧了好几天。 我垂眸, 却见江崎年走到我面前。 他问我, 他说的是真的吗? 是假的呀。 我勾纯, 笑着说道, 江崎年, 你只要信你自己就好。 路停身上前一步, 似乎又要动手。 我挡在他的身前, 江崎年, 如果以后你和陈暖熙在一起, 那我祝你们相伴到老。 江崎年站在原地不动, 我伸手拉了拉路停身的衣袖, 率先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 看着江崎年越来越远, 直到他的身影彻底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这一刻, 我感觉我的手好疼啊, 真的好疼啊。 路停身偏头看向我, 低声问道, 疼吗? 路停身, 我的手好疼啊, 真的好疼。 路停身将车停在路边, 把我拥进怀里。 他就一直等着我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一句也没说。 这些天, 紧绷的情绪煞时放松, 心底的防线一下子就崩了。 路停身抵在我的肩上, 低声说道, 阿怨, 别怕, 我在这。 就像那次的血液一样。 他的声音就像是安定计, 让我彻底地安静下来。 包里的手机嗡嗡作响, 路停身从我的身侧拿过来, 将手机递到我的手里。 那头是我父亲暴躁的声音, 沈愿, 抓紧给我滚回来, 要不然别怪我找人绑你回来。 我知道, 新闻已经铺天盖地地传播, 家里也已经知道了。 我和路停身一路无言, 他将我送回沈家, 在门口, 他执拗地不开锁, 目光里带着担忧的神色, 别担心, 不会有什么事。 我低声说道, 他垂下眸, 看向车窗外面, 低声说道, 我就在门外等着你, 如果有事, 记得喊我。 好, 我应道, 我冲他笑了笑, 拎着包, 下了车, 推开门的瞬间, 我看见了这么多年没见过的人, 有我外祖父一家, 也有我爷爷一家。 现如今, 他们聚在一起, 是因为我的婚事, 真是可笑至极。 沈愿, 跪下, 一进门, 就听见我祖父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一同看向我, 我继母与我所谓的妹妹, 也在看好戏, 我抬头看向祖父, 问道, 为什么要跪? 你私自悔婚, 世卫不忠, 不顾家族视为不孝, 你说你该不该跪? 那你们这些人, 有谁在意过我? 我书弟提高了声调, 有谁在意过我母亲呢? 我被人绑走, 你们嫌丢人, 非要压下来, 我母亲因为她出轨, 死在了浴室里, 你们当时说什么? 场内寂静, 没有人接我的话, 我垂下眸, 继续说道, 你们说, 这是她的命, 你们说是她伤了身, 生不出儿子, 我父亲才出轨的, 你们还说, 因为我不是男孩, 所以是一个克星, 就连外祖父你也说, 这样的家庭, 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才能过得下去, 回忆一分一分涌上来, 那年, 我母亲割了腕, 将浴缸里的水, 染得通红, 将她身上那件白色T恤, 染得通红, 三岁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只想找东西, 快点给她止住血, 可偏偏, 我看着她的生命, 一分一分抽离, 什么都做不了, 我哭着, 从楼上跑到楼下, 却什么人都没找到,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家里的佣人都放假了, 我父亲嫌我母亲管得多, 不肯回来,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拽着我的手, 跟我说, 沈院长大后, 一定要离开沈家, 长大之后, 我逃离了多少次, 就被抓回来多少次, 所有人都跟我说, 我们这样的人家, 是没有办法自由地选择, 婚姻也好, 工作也罢, 都是家里人给安排好的, 只能认命, 我环顾四周,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们都是杀人犯, 我母亲的死你们都有责任, 还不等我将话说完, 就被我父亲一脚踢在腿窝, 跪在地面上, 我被人摁住, 即便是挣扎, 也起不来, 鞭子一下又一下抽在我的身上, 疼痛一分一分地传来, 笑声一出, 讽刺之意极浓, 我姬妹脸上含着淡笑, 一副我活该的模样, 我看向她, 说道, 审念, 有我的今天, 就有你的明天, 你笑的是我, 也是你自己, 我们这样的人家, 每个人都是利益的牺牲品, 向来如此, 声音在厅内回荡, 在那一瞬, 我看见了陆婷生, 她站在我的面前, 脱下棉衣将我裹住, 我将手搭在她的腕子上, 缓缓站起来, 对周围的人说, 祖父, 集团不是我沈愿败掉的, 跟我更没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从今往后, 我不想再和沈家有一分的关系, 这些年里, 沈氏集团在我父亲手里, 败了大半, 所以他们要拿我去讨好江家, 好让江家能给沈家一些资源, 可一边利用我, 一边又说我是个外人, 其实归根结底, 他们这些年, 没拿我当个人, 只是当个物件, 还不等走出去, 就被人拦住, 陆婷生将我抱起来, 环顾四周, 沈爷爷, 别闹得那么难看, 只看见我祖父抬了抬手, 让人将我放走, 在踏出沈家门的那一刻, 我彻底松了一口气, 自此, 我与沈家, 再无瓜葛, 一路上, 陆婷生没与我讲话, 将我带到他的公寓里, 让人给我处理了伤口, 而今, 他已是北城新贵, 人人都要拉拢, 他早已不是, 还需要人资助, 帮衬的陆婷生了, 我就在客厅休息, 你需要什么就喊我, 看着他的背影, 我闭上眼, 在这一刻,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清晰起来, 当年我妈并非什么都没留下, 她留了一个慈善机构, 将资助人陆婷生带到我的身边, 我妈跟他说, 让他一定要陪着我, 到18岁, 到时候就送他去国外读书, 18岁那年, 我和江秦年订了婚, 陆婷生远赴国外, 我他拉着拖鞋走到外面, 低头看向陆婷生, 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去年回来的, 他抬头看我, 你是要问我, 为什么知道你去了民政局, 见我点头, 他又自顾回答道, 碰巧撞见了, 他站起身去厨房里, 给我倒了杯水, 递到我手上, 轻声说道, 对不起啊, 我回来晚了, 我摇头, 没有, 这是我的命, 陆婷生还是和几年前一样, 不爱说话, 在他家里的几天里, 他除了处理工作, 就是照顾我, 给我找了几部经典的影片, 陪着我看, 我俩各自干个的事情, 他什么都不问, 我也什么都不说, 伤好些后, 我就去外面找了房子, 准备搬出去, 走时, 我看见了江其年, 他在陆婷生楼下等我, 看见我下楼, 远远迎上来, 我帮你, 不用了, 我硬道, 陆婷生看了他一眼, 接过我的行李箱, 在我耳边说道, 我去车上等你, 推开江其年的手, 本想从他身侧路过, 就听见他说, 哀怨, 我不知道沈家的事情, 听见深厚的声音, 我脚步一僵, 回头看他, 轻声说道, 就算你知道, 又能改变什么, 带你走, 他下意识说道, 可我听到这句话, 滴滴笑出声来, 反问道, 江其年, 你到底能不能分清楚, 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激, 他口口声声说, 是他亏欠成暖息的, 所以才对他那么好, 其实不过是一难平, 他畅想过与他的未来, 却被家里塞了我, 心里自然难受得紧, 可他也因为是 成暖息救过他, 才爱上了他, 所以啊, 他爱的始终是他自己, 不是别人, 我抬头对上他的眸子, 低声说道, 江其年, 你还是先分清 什么是爱, 什么是感激吧, 不等他讲话, 我自顾向前, 却被他拉住腕子, 我们两个人之间, 我回头看他, 见他红了眼, 垂眸轻笑了一声, 说道,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喜欢过你, 也只是喜欢过, 推开他的手, 自顾上了车, 在后视镜里, 看着他的影子消失, 陆婷生看了我一眼, 笑意在眼底见深, 我问他, 你笑什么, 他说, 阿怨, 别回头, 回头的路是尽头, 但是往前走是未来, 没有沈家的制衡, 会越来越好, 和沈家决裂以后, 江秦年给我打了一笔钱, 我收了, 这钱是我该得的, 毕竟我在江家这一年, 经历这么多,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江家又重新查起, 江秦年被车撞, 和我被绑的事情, 结果查到了陈暖熙身上, 是陈家派人去撞了江秦年, 又让陈暖熙去救, 陈家人知道, 没有什么证据, 江家就爱熙是宁人, 怕传出丑闻来, 所以才如此肆无忌惮, 当年, 江叔叔为了感激陈暖熙, 给了陈家一些资源, 却唯独江秦年和陈暖熙的婚事, 怎么也不同意, 迫于无奈, 陈家又攀上了陈家, 把陈暖熙嫁给了陈家的小儿子, 陈墨, 陈墨自小残疾, 脾气不好, 爱动手, 经常摔东西, 也会动手打陈暖熙, 江秦年因为陈暖熙救过他, 对他百般怜惜, 帮着他离婚, 陪着他生产, 也是陈家想要那块地皮, 所以派人绑了我, 陈暖熙更想杀了我, 因为他始终认为, 我是横在他和江秦年之间的鸿沟, 在江秦年知道这些后, 断了给陈暖熙的帮助, 百般打压陈家, 最终, 成家当家人入狱, 城市集团也已破产告终, 看到陆亭申浏览这些八卦, 我滴滴笑出声, 和上手里的书, 指了指他桌上的文件, 陆总, 现在怎么这么爱看笑话了, 沈渊, 如果江爷爷让你回去, 你还会, 还不等他说完, 我就笑着打断他的话, 江爷爷不会让我回去, 他从来都不会强迫任何人, 他将我拥住, 将下巴抵在我的头上, 轻声说道, 我们结婚吧, 还不等我拒绝, 就听见他说, 我带你离开北城, 这两年里, 陆亭申帮我处理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试着交往, 可我始终没有想过结婚这件事, 让他丢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事业, 与我在一起, 于他而言不值得, 陆亭申, 我不希望你为我丢掉的一切, 是横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一道鸿沟, 我从他的怀里出来, 站起身, 低头看着他, 其实我们这样也挺好的, 陆亭申站起身拥住我, 也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那年过年, 我去江家拜年, 江叔叔说, 江爷爷在书房等着我, 见我推门进去, 他让在一旁研磨的江七年处去, 我坐在他的对面, 他跟我说, 阿愿啊, 是爷爷对不住你, 没有, 是我的错, 我垂下头, 轻声说道, 是我一直不能脱离沈家, 才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后果, 但江爷爷, 您对我的好, 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当年, 我被江七年从地下室抱出来, 带到了江家, 江爷爷跟我说, 阿愿啊, 江家就是你的家, 想在这里住多久, 就住多久, 我在这里一住就是一年, 直到沈家来人接我回去, 如果不是江爷爷为我撑腰, 殊不知, 我要受多少挫磨, 临走时, 我看见江七年站在门外, 他直勾勾看着我, 跟我说, 阿愿,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事, 话不曾说完, 就被我打断, 江七年我挺愿你的, 并且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希望你此生, 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陆亭申见我穿得少, 迎上来, 将我拉进他的怀里, 这一年, 我们看了烟花, 离开了北城, 他说, 我不会, 后来, 我们去了很多地方, 看过万千世界, 在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 开了一家小酒吧, 一步一步往前走, 此生绝不回头, 江家也好, 沈家也罢,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沈愿, 也只是万千众生里的其中一人, 我和陆亭申一年又一年, 在山上看了很多烟花, 那一瞬, 便是一世, 我们岁岁年年, 皆是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